大家好,我是酷酷里 本期影片如提就是来教大家如何使用版本3.3.1太刀的特殊纳刀的替中斩新用法 用过太刀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在进行特殊纳刀以后 魔物攻击到自己的前一刻压下ZR可以触发聚合把刀亲人斩 这一招如果能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话 联合灯笼斩飞踢可以受到对伤害的最大化输出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之前的版本玩家只能通过来自魔物的攻击来触发聚合把刀亲人斩 但更新到了3.3.0版本以后官方调整了一些素质 使得玩家不需要通过魔物的攻击也可以强制触发聚合拔刀亲人斩 那么如何操作呢?不用着急,带酷酷里一一到来 首先前期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是准备小爆弹桶 这个很容易准备商店的也可以买到 建议在商店特败的时候多买一些备用 接下来是武器的准备推荐轰隆太刀或者是狭龙太刀 这个没有什么多说的 配装上尽量可以称高攻击力 纳刀三级,超回心三级,弱点特效三级 这边也是多配了两个这个刚刃研磨两级 其他大家就随意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需要大家的手术 想要用好这一招0秒出手真的是很重要的 准备好了以上这3点 接下来就来教大家如何使用好这一爆筒气刃斩 内容非常细节,别开小拆啰 首先来简单讲一下原理 我们需要了解一点的是在放下小爆弹桶以后 小爆弹桶会在第三秒自动引爆 我们需要利用好这个小爆弹桶在第三秒自动引爆的时机 来触发聚合拔刀气刃斩 具体操作方法便是 在收刀的情况下放下小爆弹桶后 立刻在原地连打ZR键来释放原地挥刀斩 当动作快结束时 立刻压下ZR加B进行特殊纳刀 特殊纳刀动作未完成之前连打ZR 这样就能顺利的触发了 但如果你被小爆弹桶炸飞的话 就说明没有成功 手速还不够快 其实这个方法其实很好解决 多练习找到感觉就好了 另外在使用爆弹气刃斩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两点 在收刀状态下按下ZR进行拔刀斩时 尽量不要挂到魔物 因为打到魔物以后的动作惯性会使动作稍微变慢 这样以来就很难迎合特殊拔刀后的触发时间了 当然若大家手速够快的话 即使挂到魔物也是可以触发的 第二点是若担心攻击挂到魔物影响的触发节奏 建议面对魔物的侧面或者是后面放小爆弹桶进行触发 那么接下来就来看看10超是如何使用的吧 好首先我们从左边的这个大乡虫哦 这个大乡虫先飞到对面哦 前期这边跑路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哦 好坐上走狗狗直接跳上墙 跳上去哦 其实本次这个爆弹气刃斩啊 狗狗里也是练习了很久啊 就是要去掌握他这个节奏啊 真的还是需要多练习一下的 就建议大家在真正去进入实战机前啊 先去练习一下多练习一下 就掌握了要怎么去用这个东西啊 用好这个东西啊 再去打实战啊 特别是喜欢用这个新招数啊 或者是喜欢这个RTA的朋友们啊 特别适合用这招啊 好 来先吃一个药 因为扣扣里这边装了这个钢刃研磨啊 所以先磨一下刀 磨刀以后有1分钟的时间 可以不用掉这个锐利度的哦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使用我们这个新招数了 好 成功 356加270 大概有600的伤害 还没有开刃哦 第一刀就有600傷害了 這個傷害蠻高的哦 這個蟲絲就沒有中耶 這個判定是不是有點失誤 沒關係我們繼續打哦 好這個很容易的 只要看破斬用的好的話 好 大迴旋斬 好 一個飛踢 打上去 好 收刀 好 這邊躲掉了 但是這個獅子好像那個 好 繼續戳他 看破斬 好看破斬走過去以後 然後聽獅子開始噴口臭了 沒關係 我們然後跟他一腳 然後繼續砍哦 拔刀斬 好 再來一個大迴旋 這邊 一隻燈 好 這是一個拔刀斬 好 這個大招來了 這招真的如果看破了的話還是比較好打的 好 OK 好 現在可以超龍了 應該是超屍了吧 先磨一下刀 好 然後我們用這招哦 爆彈氣刃流 這個距離剛好啊 好 打到頭以後 超龍 還有多增加他的傷害哦 撞幾下以後 然後這邊上來哦 看試著用一下哦 看能不能成功 這邊應該太近了 應該 哦沒辦法 算了 彈刀了 好 看不破 來 繼續一燈 好 又倒了 看一下這裡能不能用哦 好 好 這邊慢了哦 看這慢了一點的話就不行 對 這個是完全需要手術的 一直要連打ZR才能觸發哦 好 沒關係 其實想要用好這個爆彈的氣刃斬啊 只要等到這個金獅子啊 他出大硬直的時候 有一個停滯時間 在那個時間點 如果能用的好的話啊 真的能給出非常多的傷害 好 這邊沒有看到哦 好 好 這個大火拳 好 沒登到 沒關係 納刀 居合 好 居到了 繼續彈哦 好 這邊又居合哦 納刀 這個居合 好 沒有居到 然後再來 居 好 跟他一下 打頭 很痛 再居 好 又打到 再出 看破 過去 好 這個沒有打到哦 所以這個刃沒有開上去 好 大招來了哦 但是我們用這個閃光彈把他閃到了 取消了他這個這個星星的大招 好 這邊彈到了沒關係 好 看破 躲出去 然後一個大迴旋 上紅刃以後 然後繼續一個看破 好 一個飛踢 好 打到了 他應該要跑了吧 好 沒關係 然後我們繼續追刀 然後靠近他之前我們先磨一下刀哦 然後這邊再用一下這個炸彈七人斬 好這個距離應該是剛好 好 這個斗洛打到他 正好他頭對上我們哦 好的 正好這個傷害給的還蠻大的 哎這個小心 哇這個很痛哦 這個SF任務的這個加強版的新獅子哦 非常強 基本上是一下 就能讓你貓車的那種 攻擊力哦 很強 也要非常小心 會不會是打他這個第三個階段的時候 他手臂上有這個 一定的這個 石頭手腕的時候就一定不能用刀打到 殘刀是很危險的一個動作 好 然後收刀 再 好 這邊用飛踢哦 撐下去 好 現在他已經 看了右上角哦 已經獅子已經 快要 好 這邊先磨刀哦 然後再繼續用這個爆彈 氣震斬 好 狙刀以後 然後 好 這邊不用 沒有用 剛才不能想用飛燈的 但是沒有用出來 好 沒關係 這邊另外一個獅子來了 好 不要打擾我 好 好 狙 最後一下這個很爽哦 狙到兩隻 然後順便把另外一隻一個狙死了 好 雖然說這個爆彈氣勢掌沒有用太多 大家可以更積極的使用這個東西 撲克力可能也沒有太熟練了 對 就是在戰鬥中的話 有時候還是會緊張的嘛 對 那好 如果看完影片你有學到 並覺得非常有用的話 歡迎點讚 分享收藏 訂閱頻道 打開小鈴鐺 你才不會錯過更多有關遊戲的影片 那麼感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下期影片不見不散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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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